欢迎大家收看体育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交易截止日之后 奇才对对阵凯尔特人展现出了活力 麦克沃伊的革命性训练计划 如何为世界锦标赛做好准备 德克萨斯州的乔丹称赞基特尔是一个坦克 美式橄榄球能变得不那么美式吗 加拿大连胜三场 以3比0击败美国 将对抗系列赛推向决定性的第七场比赛 在里贾纳取得胜利 请大家收看 在交易截止日之后 奇才对对阵凯尔特人展现出了活力 华盛顿邮报 自1月以来 泰厄斯、琼斯一直是与华盛顿奇才队有关的交易传闻的对象 然而 交易截止日期过去了 琼斯仍留在奇才队 这位合同即将到期的控球后卫 已经习惯了首发角色 仅仅因为这个原因 就有可能与球队续约 琼斯在更衣室内备受尊重 并与临时主教练布莱恩 几夫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几夫相信 琼斯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而且不必担心球场上的细节问题 奇才队在对阵波士顿凯尔特人的比赛中上半场领先7分 但后者在本节末段 以19-4的攻势掌控了比赛 杰森 塔图姆以35分领导波士顿 前奇才队球员克里斯塔普斯·波尔金吉斯得到34分 其中包括14分的罚球 德尼 阿富迪亚以24分和11个篮板领导奇才队 替补球员克里 基斯珀特也有相同的数据 琼斯组织了进攻 得到17分和9次助攻 华盛顿奇才队本赛季不太可能进入季后赛 但预计在赛季的下半程会有更出色的表现 麦克沃伊的革命性训练计划 如何为世界锦标赛做好准备 澳洲ABC 世界冠军游泳选手卡梅伦 麦克沃伊 Cameron McAvoy已经开发出一种新的训练计划 延长了他的职业生涯 并使他在东京奥运会表现平平后成功付出 这个训练计划包括减少训练时间 提高强度 保持并逐渐增加 这种方法已经引发了短跑界 朝着麦克沃伊的方向发展 他计划继续游泳 并在38岁时参加布里斯班奥运会 麦克沃伊将在下周的多哈 未免世界冠军 德克萨斯州的乔丹 称赞基特尔是一个坦克 雅虎 休斯顿德州人队的紧密端布雷文 乔丹在接受NBC体育弯曲的劳拉 布里特采访时赞扬了旧金山49人队的紧密端乔治 基特尔的阻挡 接球和领导能力 乔丹表示 基特尔自2017年以来 一直在49人队效力 是NFL中最好的紧密端 并称赞他的顽强和动力 美式橄榄球能变得不那么美式吗 经济学人 美式橄榄球 尤其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的受欢迎程度 仍然主要局限于美国 与篮球和排球赢得全球追随者不同 美式橄榄球在吸引国际球迷方面一直面临困难 游戏的复杂性 缺乏可参与的比赛 以及缺乏知名明星都导致其在美国以外的吸引力有限 NFL已经努力扩大其球迷基础 包括在伦敦和法兰克福举办比赛 推广其是橄榄球 并制作了一部Netflix系列 然而其他运动如足球和板球继续在全球市场占主导地位 加拿大连胜三场 以3比0击败美国 将对抗系列赛推向决定性的第7场比赛 在里甲纳取得胜利 美联社 加拿大在对抗系列赛的第6场比赛中 以3比0击败美国 为决定性的第7场比赛铺平了道路 纳塔利 斯普纳在第三节早期的一次 有优势的进攻中打进了开场进球 而艾米利 克拉克 和沙拉 纽斯 也都进球得分 这场胜利 意味着系列赛将在周日 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进行的第7场比赛中 决出胜负 专注的49人 对在最后一次超级晚训练中 强调红区工作 雅虎 旧金山49人 对在超级晚 Lay I In前的最后一次训练 是在周五进行的68分钟慢跑 重点是红区训练 球队在第二次进行比赛计划时 显得非常专注 并且在本周结束时 全员健康 周五 活跃名单上的每个球员 都是全员参与 并且 球队没有在周日比赛的伤病报告中 列出任何人 凯尔特人对阵奇才的比赛中的要点 塔图姆和波尔金吉斯的统治 阻止了意外败局 雅虎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在落后的情况下 以133比129击败了华盛顿奇才队 杰森 塔图姆得到35分 克里斯塔普斯 波尔金吉斯 贡献34分 帮助凯尔特人队克服了上半场防守不佳的问题 他们在上半场失去了71分 奇才队在第四节威胁要逆袭 但波士顿最终坚持住了获得胜利 安大略省的迪诺·罗希辞去加拿大足球协会董事会职务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足球协会董事会成员迪诺·罗希辞去了他的职务 他表示足球在如今的加拿大足球协会中并不是第一位的 罗希于2023年5月当选为代表安大略省的董事会成员 但他没有提供具体辞职原因 他的离职是在加拿大足球协会内部一系列变动之后发生的 包括新任阿里森、沃克的辞职和前队长贾森·德沃斯的辞职 目前正在寻找沃克的替代者 这也延迟了男子国家队教练的任命 NBA领先的凯尔特人队在逆转器材队后获得第40场胜利 年轻的球员得到37分 老鹰队飞跃76人队 美联社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133比129击败了华盛顿奇才队 杰森·塔图姆得到35分 这场胜利标志着凯尔特人队本赛季的第40场胜利 使他们成为自2008至09赛季以来最快达到40胜的球队 当时他们在49场比赛中实现了这一壮举 塔图姆本赛季已经在20场比赛中得到30分以上 在另一场比赛中 亚特兰大老鹰队以127比121击败了人手不足的费城76人队 特雷·杨得到37分 费城76人队在乔尔 恩彼得因半月板撕裂而缺阵后 在过去的9场比赛中输掉了8场 最后 多伦多猛龙队以107比104击败了休斯顿火箭队 伊曼牛尔 奎克利得到25分 伊曼牛尔 奎克利得到25分 猛龙队以107比104击败火箭队取得第二连胜 美连射 多伦多猛龙队在周五晚上以107比104击败休斯顿火箭队 伊曼牛尔 奎克利贡献25分 RJ·巴雷特贡献21分 雅各布 布尔特尔得到16分和12个篮板 斯科蒂 巴恩斯贡献13分和10个篮板 猛龙队在比赛最后30秒前曾领先22分 但火箭队将差距缩小到1分 火箭队在最后5秒有机会扳平比分 但未能命中最后一球 这是猛龙队连续第4次在主场击败火箭队 塔图姆得到35分 凯尔特人队在第三节的反击中以133比129击败奇才队 取得第40场胜利 美连射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以133比129击败华盛顿奇才队 取得了本赛季的第40场胜利 杰森 塔图姆以35分领导凯尔特人队 而克里斯塔普斯·波尔金吉斯则贡献了34分和11个篮板 德尼 阿夫迪亚和克里 基斯珀特各自为奇才队贡献了24分 凯尔特人队在本赛季中以49场比赛的速度达到了40场胜利 这是自2008-09赛季以来最快的记录 塔图姆本赛季已经在20场比赛中得到30分以上 凯尔特人队在第三节以36比16领先 进入第四节时比分为100-87 华盛顿队在半场时曾以71比64领先 乔治 基特尔的思维以及他前臂上的重置按钮 已经准备好迎接超级晚的舞台了 雅虎 旧金山49人队的紧密端乔治、基特尔、George Kitto 运用正面技巧成为NFL最优秀的紧密端之一 基特尔在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的大四时开始投资于正面 他在训练中一直无法保持一致的表现更别提比赛了 所以他去看了一位体育心理学家 我会让一个错误导致下一个错误 基特尔说 所以如果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就会犯两个 如果我犯了两个 那就是三个 然后就会像滚雪球一样 突然之间我就会有一个糟糕的训练或者糟糕的比赛 他只是说 嘿 你试过重置按钮吗 之后 基特尔就试了 重置按钮不仅仅是一种想象 在基特尔大学生涯的剩余时间里 他真的在手腕上用红色或黑色记号笔画了一个按钮 在每次比赛前 他都会亲自按下他 以便将重置的概念深深铭刻在脑海中 在2017年第五轮选秀中 49人队选中了他 他继续这样做 直到他在第二个入选全明星的赛季中取得了1377码的成绩 然后 基特尔找到了另一个出口 为什么不做一个永久的重置按钮呢 基特尔现在在左前臂上有一个黑白色的小丑纹身 嘴唇是红色的 这对红唇成为了他的重置按钮 这对我来说效果非常好 基特尔说 我可以说 重置按钮是我最喜欢的东西 头发着火 民主党对拜登记忆缺失的指责越来越担忧 华盛顿邮报 拜登总统面临着越来越多关于他的年龄和精神状态是否适合担任职务的担忧 此前一位特别检察官发布了一份报告称拜登是一位善意的老人记忆力较差 尽管拜登试图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自己的能力 但现场很快陷入混乱 记者们互相喊叫 拜登多次错误解读特别检察官报告的结论 这一场面引发了民主党的捐助者和策略家们的担忧 他们担心对拜登表现的负面描绘将成为一个持久的叙事 近几个月来 拜登因年龄和精神敏锐度受到了批评 经常混淆外国领导人的名字或犯下其他错误 他的高级助手向捐助者保证 一旦他开始竞选活动并让选民看到更多他的表现 拜登的表现将会改善 然而如果民调数据没有开始显示改善 民主党可能会面临对其候选人的信心危机 许多捐助者和策略家对拜登的年龄表示担忧 并私下表示希望他不是党的候选人 白宫和竞选团队故意减少拜登参加的活动规模 专注于较小更亲密的场合 这些场合过去他表现得很好 然而这些努力可能不足以消除 对拜登精神状态的担忧 总统的团队迅速反驳了特别检察官的报告 称其不准确且不恰当 尽管有这些努力 除非拜登的民调数据有所改善 关于他的年龄和精神状态的担忧很可能会持续存在 乔·蒙塔纳和乔·伯罗对布洛克帕迪在他的第一次超级晚中的建议 在这篇文章中 雅虎体育的杰森 第二次扑就 美联社 明尼苏达狂野队以3-2的比分 击败了匹兹宝企俄队 基利尔、卡普里佐夫在第三节打进了决胜球 马克、安德烈、弗勒里为狂野队铺出了32次扑就 弗勒里在比赛前因超越帕特里克 罗伊成为NHL历史上第二位胜场最多的球员而受到表彰 马特、伯尔迪和约纳斯、布罗丁也为狂野队进球 里利、史密斯和西德尼、克罗斯比为企鹅队进球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到了NBA的比赛 其才队在对阵凯尔特人的比赛中展现出了活力 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 但球队的表现仍然令人期待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澳大利亚游泳选手卡梅伦 麦克沃伊 他通过一个革命性的训练计划成功的付出 并将在下周的世界冠军赛上未免他的冠军头衔 然后 我们谈到了美式橄榄球在全球的受欢迎程度问题 尽管NFL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 但在全球范围内的吸引力仍然有限 接着 我们谈到了加拿大对抗系列赛中的比赛 加拿大队在第六场比赛中以3-0击败了美国队 将系列赛推向了决定性的第七场比赛 最后 我们谈到了超级晚的一些话题 包括旧金山49人队的紧密端乔治 基特尔的表现和他的重置按钮 以及拜登总统的精神状态和年龄问题引起的担忧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现在我们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问题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